龙王 我真是佩服您 单枪匹马到交友的底盘 还真给他忽悠住了 借他的手来对付三大家族 北门也不会出太大的风波 这仅仅才是第一步 后面才是重头大戏 走 去叶家陵园 好 只要叶家余孽敢出现 那么今天就是他的忌日 我们这么多人 哪怕边容在场 也要考虑自己全身而退的方法 对 我们在北门市这么久了 难道还怕一个不成气候的余孽吗 是啊 爸妈 我来看你们了 叶家余孽 你就带一个人过来啊 叶家余孽 没想到你小子胆还真大 竟然敢主动过来送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死的那个人不是我 谁死还不一定呢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死的那个人不是我 你小子够狂的 不过你也狂不了几分钟了 你是王家女婿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凡是当年参与屠杀叶家的人 现在立刻自尽 我可以保证不牵连其他人 哎呀 你小子是不是傻了 啊 你看不清现在的局势吗 不好了 外面来了将这一个师的人 全副武装的朝咱们这边来了 别慌 只是路过 过去了就好了 快开 现在还要挣扎吗 还是要去跟你们看 没有齐 过来 现在是属于 现在吧 没有人 我怎会觉得 真的 优优独播 我 有时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爸妈 你们可以安息了 龙王 周江老爷子还没有收拾 要不要 当年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龙王 我赶到周家的时候 这个老头正准备自尽呢 周古 你可料到会有今天 这都是命 这都是命啊 现在这倒是命了 当初我叶家数十口人就因为你一句话被图进 你就算死了 也不够抵债 你 你 斗鹰 看住他 不要让他有自尽的机会 嗯 哈哈哈哈 我们四大家族 只不过是傀儡 我们 只不过听命行使罢了 那个人是谁 我们四大家族 当初灭 你当初灭 你们叶家 也是听了哪个人的命令 否则 就凭我们几个二流甲族 怎么可能灭得了叶家 你快点说实话 那个让你灭掉叶家的人是谁 叶家 你快点说实话 你快点说实话 那个让你灭掉叶家的人是谁 叶家 从远古至今 本是五大家族之手 如今只剩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冒头小子 太疯子了 太疯子了 太疯子 龙王 他好像中毒死了 他好像中毒死了 叶峰 你回来一趟 好 我马上回来 老婆 你怎么了 欧阳家的新闻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老太军之前在我们面前提起叶家救世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你最近又经常不在家 你可以向我解释解释吗 孟雅 叶峰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对我隐藏了什么身份 不然仅凭一个救命之恩 龙副将怎么能对你这么恭敬 还到处帮我们 他可是龙王使啊 你不要把我当傻子 孟雅 我不是有意想完 因为我的过去实在太沉重了 夜下灭门之丑 我放不下 我也没法放下 我不想你被牵扯进来 所以就擅自做了一些行动 我们是夫妻 一体同心 我希望以后无论是好是坏 你都不要对我有任何隐瞒好吗 对了叶峰 还有一件事 老太君将王家传位给我 我就从锦绣集团辞职出来了 那太好了 我记得你会协医术 那你明天陪我去王氏医馆看看好不好 陪钱 陪钱 前天在你们这开了个药方 吃完今天就起疹子了 看看成什么样子 你们说这事要不要负责 陪钱 陪钱 药方呢 这药方是你三叔开的吗 三叔 这个药方是你开的吗 没错 是我开的 好好 三叔说是他开的 看他们样子也不像好人 不赔钱还想跑 你把这副要吃了 你的疹子就会好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你再来找我 喂 你谁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 再说 你们 把老娘搞成这样 一副破药方 就把我打发了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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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老娘搞成这样 一副破药方就想打发了我 那你想怎么样 赔钱 不赔十万 这事儿没完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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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瑶 赔钱 赔钱吧 这个药方的确是三叔开错了 有富药企量过大 是三叔开的没错 但不是给他开的 这女人是个骗子 好 我知道了 闭嘴 有药方的 过来排队 我一个一个看 没有药方的 或者拿着假药方的 楼鹰 全部给我轰出去 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 没事吧 没事了 这个叶峰总是坏我好事 王梦瑶王梦瑶 你凭什么坐上王家家主的位置 王石医馆明明是我的 辛苦你了老公 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差不多行了你 我还在呢 喂 你说你的经历也是够传奇的 边容将军的龙王之位 说让就让 我一时间还接受不了 要我说 还是平平淡淡的日子好 反正现在筹也报了 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要来了 怎么了 龙王 不好了 军中出现叛徒 查清楚是谁了吗 不知道 只知道叛徒的级别不低 我们不能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了吗 没事 一点小差距而已 我先处理一下 待会儿先叫人送你回事 好 黄秘书 你那边怎么说 那个王聪蠢得很 随便学点好处就当真了 不过 他确实是颗很好的棋子 张大帅 这未卜先知的一步啊 真是太绝了 不算不算 当初岳父来信告诉我说 龙王令出现在北门 我就知道这事不得劲 后来又多亏了宗振兄的情报 这才让我分清楚了 叶峰与龙王的关系密切 于是 就派黄秘书去收买了王聪 哼 只是没想到 他叶峰就是龙王 他一上位就灭了欧阳家 就连我的未婚妻他都没放过 死仇不报 就不是男人 要不是我当时任务在身 古岳父子我可能被叶峰逼死 张大帅 要不这样 我们联合起来 你为周家报仇 我为我的未婚妻报仇 嗯 哼 他们不是喜欢玩吗 那我们就好好地陪他们玩一次 根据这些线索 我觉得那鬼很有可能是 宗振 他可是边将军的亲信啊 是不是 我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你放出消息 说我要独自一人去西南地区出任务 让他来接应你 属下这就去办 请坐 叶大帅一路颠簸 累了吧 喝喝我们的当地的特色茶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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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period 叶大帅如此年轻 不过鞭戎将军看中的人想必是能力出众啊 过奖了 不如 宋副将先带我去战地中心视察一下 来 请 小屁孩 跟我斗 你灭了欧阳家 杀了我未婚妻 就注定你今天的结局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宋副将 我明明下了毒 你怎么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早就怀疑你了 专门过来陪你演场戏啊 这 不可能啊